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咱们聊点开心的事 当然对于我们节目来说也不太开心 有别的节目比我们活 是吗 收视率冲上4.1 按收视率来算的话 太多节目比这节目活了 然后当然我就研究 什么节目比我们收视率高 作为我的业务 是吧 我就研究 我觉得很有意思 最近我看了一个节目 叫做奔跑兄弟 我现在是看 周围人都在看 我就看了一集 你们俩也都看过是吧 现在是全民最火的奔跑兄弟 我是去年在日本度假的时候 他们公司联系过我 本来考虑过让我比较早一起跑 网上有一段时间有几个月的谣言 一直认为我会去 我说这名挺好 奔跑兄弟 他最早是来自韩国的 最早是来自韩国的那个版本 跑男 韩国的跑男 Running Man Running Man 然后我因为对这个耳熟 我就前些天还真看了一看 就是我到 我一开始还对他的框架并不是特别了解 但后来大概 其现在知道是个怎么回事 还是个 我觉得是明星参与的真人秀 游戏 就把我 我感觉有点像小时候 我们在幼儿园玩的那些东西 你的感受怎么跟我一样 是吗 我就是 我觉得 我现在就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心理的疾病 我觉得你们可以给我诊断一下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跟人民群众怎么不是一条心 我最近老做 怎么就不是 就是 所有 就这些年 我看电视节目 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比如说 以奔跑兄弟这样的节目为例 我看一集 我觉得很好看 我也被娱乐 我也感到很好笑 我觉得很成功 特别好的一个节目 我这真好 看完了 可是绝对不会看第二集 这就是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 包括我跟你说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非诚勿扰》开始 我的魔咒 就是这样 《非诚勿扰》 你越喜欢的节目 《中国好声音》 我是歌手 你知道吗 就所有这些个 人民都喜欢的节目 我都看一集 看一集也投入在其中 很享受 可是认为再看一集 就是浪费时间 我犯了什么病 我想请你们给我诊断一下 这就是从长期从事 电视这个行业之后 你本身已经不是个正常人了 你每天录节目 他在潜在当中 暗示着你对这个行业的厌倦和疲惫 也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你不 首先文堂 我必须得当面指出来 就是你不是正常人 因为你跟一个不看电 不做电视节目的这个从业人员 你是个电视从业者 你跟一般的老百姓 是一定不一样的 比如说 如果我要 我要咨询 要调查收视率 那我肯定会请你去看 文堂 这个节目想看吗 喜欢看吗 你一说喜欢 我马上这节目下 肯定是搞不好的 然后你觉得不喜欢的 你不要一看第二遍的 很有可能 他就有机会会成功 我认识时间比较长 我总结一句 其实文堂是有孤独症 真的 什么症 孤独症 从哪看出来 从你所有的行为行进 你举几个例子吗 我整天跟你们在一块聊的挺好啊 然后聊完之后 你平常会打电话给我吗 我打 你也没打电话给我呀 你身边老有老公的 我也不好意思老打扰你啊 不是 认识十几年的 就是朋友啊 就是你 你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是神圣不可侵犯 不可被打扰的 不是 你真的是误会了 你经常希望等到电话 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 你现在 有什么男女能误解一辈子 广美 这个人生悲剧 孤独症是什么症状 什么表现是孤独症 不打电话就是 就是你看他 他之前自己都讲嘛 你看他是那种 为了要躲避所有的 各种可能性的骚扰跟干扰 他不出书 不写微博 不用微信 但其实他都在关注 他都在用一个偷窥的方式 他在看人群 但是他不想被看到 他也不想 就是走入人群里面 其实我告诉你 我也是一个不爱看电视的人 我自己 从事了这么长的演艺工作 我连我自己的作品 我都不看 拍戏的人都不看戏 对 我录节目 我拍照什么 我通通都不看自己的东西 我觉得我已经够变态的 但你比我更变态 我是可能是不正常的 就是因为 就是我 我这么说吧 就是我想我不是电视娱乐节目的观众 你知道我通过看奔跑吗 兄弟 我才认真的 我才 我才意识到 有可能 我是个知识分子 有可能 我过去一直否认 其实到今天也否认 因为我认为 你要称呼自己是知识分子 起码你要有知识 而我太没有知识了 这是真的 不是谦虚 算不上 可是为什么 因为我也跟朋友在一起 他们都特别喜欢 这是个非常适合 我也喜欢 我必须说很喜欢 可是我觉得 我就说再看一遍 不还是这样吗 不是 真不是 那我问问 我问他一个问题 那有什么节目是你连续不停想看的 有吗 你本身就不是 常常三人 因为你本身就不是一个电视观众 我告诉你 你有坚持看电视的习惯吗 说起来别人可能会觉得可笑 我差不多看了最多集数的一个节目 也是个收视 也不算高的节目 就当年凤凰李敖有话说 他基本上大多数我都看过 因为我觉得等于看书 对 为什么我说我怀疑 我有可能是个知识分子 就是比方说 奔跑吧兄弟再看一遍 我也高兴 我也愿意看 因为我觉得他吸引我是好看 好玩 可是我那还有一架书 对吧 比如说在这两件事情相比 我会觉得下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好像从那个里边 对我来说 这个得到了更多的 娱乐还是养养 更大 但这个跟我的家里人就完全不同 他们会觉得看书就睡着了 对吧 但看这个才好看 但是文涛 我觉得人呢 时间要做一个合理的分配 就是你三分之一在睡觉 你三分之一在工作 读书 但你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你需要就是娱乐自己 其实我觉得现在已经有 很少有东西可以娱乐到我了 我都觉得说 我想找东西看 我都不想要看什么东西 但是我必须承认 跑男真的娱乐到我了 对 我笑的真的是要差气了 对 所以你怎么这么难搞啊 不是 我喜欢看 没有问题 我跟你说 你只是不愿意再看下一集 他刚才讲的一个词很对 我看这个跑男的时候 我心里就有一个感触 我说 哎呀 现在这个社会啊 是没有战争了 这是说明社会和平了 然后就是进入和平年代之后啊 人类啊 就越来越这个像幼儿园了 其实社会要这样都很好 就大家最后就是像成年人 也像幼儿园一样的玩耍起来 当然是幸福社会的一个指 对不对 一个象征 文涛 你这七个跑男跟跑女 你认识几个 对 这都是电视上认识的 对对对 我的意思是说 私人生活里我不认识 不是私人生活 就是说你 你能叫得出名字来 而且你关注他们的人 有没有 都能叫出名字 但是不能说关注 是这样的 文涛他不是喜欢看书吗 我觉得跟他的这个职业也有关系 因为你做枪枪 你得定期 你得阅读啊 是吧 而且跟你节目 我觉得是不是有点有关系 如果你不是做这个行业 你可能阅读量没有那么大 有可能的 另外你不是一个成熟的合格的 不叫成熟 你不是一个合格的电视观众 对 我不是电视观众 很多那个知识分子家里是不摆电视机的 那还有我们在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也经常出差 住在酒店里 我们经常 我经常会有印象 我去酒店 很多酒店住过好几次 我都不知道他的遥控器放哪 因为没有开电视机的习惯 现在都不上电视看电视了 都是在那个网上看电视了呀 后来我一想啊 的确我不是电视观众 你知道我看电视的历史 到什么时候就终止了呀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啊 一个楼只有一个电视 我们小时候看电视像看电影一样 一个楼只有一个九寸的黑白的电视 然后全楼的人都会去吃完晚饭到院里 就看那个电视 然后打从你看我到18岁考上大学 学生宿舍也没有电视看 到那一直到工作 到了工作的时候 我再买电视机啊 就是监视器 我看的都是碟 我会看电影 看电视剧 都是买碟来看 我不会看电视节目 所以人很矛盾呢 你恰恰做了这个工作 可是实际上你不是 你明白吗 那我还想问你啊 你除了跑男 你为了工作看过之外 你有看过爸爸 跑男 我也不是为了工作看的 跑男是因为周围人都太爱看了 所以我偶尔有空 我也看一下 而且周围人还爱看爸爸去哪儿 也爱看 你看了吗 你看了没有 看了个片花 你也看不下去 不是 我知道很好看 但是为什么在我的时间分配当中 它是属于往后排的 就是我有很多更需要 我看的东西 我还是 就是我讲一下我自己的感受 就是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电视观众 我家电视巨大巨大 几乎都不打开来看的 我也都看电影啊 就是挑特别大的大片 然后一些自己想看的东西 但是呢 我后来发现 偶尔去看一看像 爸爸去哪儿 跑男这样的节目 这是有人性的 有温度的 你说太对了 我告诉你 你再大的大片 你那种好莱坞的什么 投资多少亿美金的大片 它是没有温度 它冷冰冰的 你看完之后 你也许那种娱乐的那种感觉 跟这种 你看跑男 你是 爸爸去哪儿 我跟他一块儿哭 我看到那些小孩哭的时候 我跟他一块儿哭 我觉得这种 给我温度的感觉 我觉得 是 你说太对了 我早就发现我没人想 不是不是 这真的 罗美说的也不完全 现在是 有很多好的电视节目 它有温度 有人性 但并不表示 它会带来很多的观众 因为我 这个时代 跟我们小时候 那个时代不一样了 我们小时候 小朋友都喜欢看电视 但是呢 就像你说 有时候黑白电视的时候 大家还偷着看 还有就是 大家一起在院里一起看 那时候我记得 当年八几年 放《摄调用转》的时候 街上没人 万人空相 全回去看 反复的看 快到考试的时候 家长们都写信 说你们电视台 得告诉孩子们 不许再看了 电视台 我就真的跟播放新闻 联播一样 播音员在那说 亲爱的同学们 我们最近收到了 多少万封家长的来信 我们电视台 郑重承诺 我说是南昌 南昌电视台 郑重承诺 电视剧《摄调用转》 我们将在暑假期间 联播三遍 现在是考试时间 希望大家能够安心复习 那时候 电视都成了 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就是太喜欢这个了 因为娱乐的范围很小 可是现在 你一个电视再好看 你好看到天上去 你也不可能获得 当时那样的效果 说的对 但他不是说 他是不是有人性 没人性 不是 因为现在的开机率 就是越来越降低了 因为有很多 读书难道看不到人性吗 看电影也有 阿甘正传 非常有人性 阅读 你生活交友 哪怕是集体去旅行 人性有很多方方面面 但现在的娱乐 已经不仅仅是电视了 所以这个时候 快难还能获得成功 我们就要问 那到底是什么地方 使他脱颖而出呢 是这个问题 对 他说的有道理 就是 有带入感 有温度 对我来讲 就这么简单而已 这七个人 我全都认得 但是我也都没有 几乎 百分之八十 我都没有私交 但是 我就说有那种 带入感 而且 因为 因为你没有做过 旅游节目 你知道在 你也做过 我做过旅游节目 你在旅游节目里面 你一起获得的 那种革命情感 那种感觉 那种 那种 真的是 那种交融的感觉 我觉得他透过 这个节目 他是可以被呈现出来的 所以当你有那个 带入感的时候 再加上 如果你是他的粉丝的话 我觉得那个娱乐 对 是 翻十倍的 对 我能想象出来 他们得有多高兴 将将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现在也决心投入一下 是吧 因此你看 我给你看 这个Angela Baby Angela Baby 见到了谁 见到了 咱们可以看照片 他们现在这节目 越做越火 我现在发现 你节目做的火 你就能吸引大腕 巨星来 全智龙 你知道吗 恩泰这个 全智贤他的谁 全智贤 全智贤他的哥哥 他的弟弟 全智龙 真的吗 全智贤的弟弟 全智龙 全智龙 Angela Baby 据说呢 就是特别想他 就是所以你看Angela Baby 就不行了 当时把全智龙 出现在他面前 由此我也研究一下 这个韩版偶像 你知道吗 广美 全智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不知道 你看你们这岁数不行了吧 你这还得问我们年轻人 好的 你说 年轻人 我跟你说全智龙 过去你听说过某个湖南卫视的什么一个主持人 什么颁奖的时候 是不是给他颁奖 说下跪 什么很多人骂他 说是这样没有什么格调啊 什么的 但是全智龙 在这个人们心目当中啊 在这一代人心目当中 那个巨星的地位 我跟你说 哪一代啊 是90后还是00后 是我们90后啊 我们90后吧 我们90后 那我们00后的 我跟你说就是 他不是 我在跟他们一打听 他们知道就全智龙有点像 有点像咱们说这个John Lennon 就他是一个这么 他不是韩国一般的明星 就说他 你看看他这个造型 他什么模样 你瞧 全智龙 全智龙看了吗 全智龙男的女的 男的 你可以分辨 你再看全智龙 但是你知道全智龙 这个这是全智龙 而且他的音乐 也很有自己的一种特点吧 就是 然后你再看下面 我给你 他让我想起谁啊 当然 David Bowie 绝对不一样啊 但是他这个扮相 不知道为什么让我联想起 这个David Bowie 当年这个英国的 这个摇滚巨星巨匠 是吧 David Bowie 你看David Bowie 当年的这个 曾经有的造型 David Bowie 你再看 你看David Bowie的造型 David Bowie 男的女的 就是David上了岁数了 就是David上了岁数之后 仍然非常有形 台湾开玩笑 其实我觉得 真的是 David Bowie 兼具了男性女性 双方的 就像麦克杰克逊啊 又是黑人 又是白人 又是男人 又是女人 又是大人 又是小孩 又是地球人 又是外星人 那种结合的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我真的不知道全智龙 他真的特别火 是吧 在年轻人心中 要不说Angela Baby 就是特别喜欢他 说是回黄晓明家 跪脱板 这个跑男 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是一帮明星嘛 大家关心他们在这样的游戏过程当中 所说的反应 那如果是你说那个诺干戈 普通老百姓 做同样的事情 可能就达不到这效果 你讲的这个 绝对达不到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他们讲啊 就是这个东方和西方 还就真的是不一样 西方式的这种真人秀啊 就过去咱看到的 他是普通人 就是 就是就不是明星 他是普通人去 去探险啊 他们更多的是 好像是那种展现这个人的探险 人怎么克服困难 然后这个怎么样 这个经历危险 他是那种东西 但是到了东方啊 你就得玩明星 你要不是 你比如换要换成普通人 普通人 这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是为什么 也有也有普通的真人秀 也有普通的真人秀 比如我在我在 我再把这个事 再说的再绝对一点啊 嗯 你看我有一次去 我有一次去泰国 看到一个电视台 说是很受欢迎 我说什么节目 我说看一眼 是咱们中国送给泰国 有几只熊猫 其中有一只啊 就 电视台就是24小时 摄像机拍着这熊猫 他有时候睡觉 有时候吃竹子 就这么放着 就这么放着 就一只猫 不是猫 熊猫 然后 那你要说按照正常的 那个老百姓的那个审美 你说他能带来什么 这个台非常有名 他也就 你只要打开这个电视台 他就在 那么这里面不存在 我们所谓的 现在看到的所有的电视的 那种元素 就是综艺元素 但是他还存在 还合理 所以 我倒不认为 就是说 明星才会带来这种效应 就是有一些适合明星去做 有些他就适合素人去做 也有很多素人做的真人秀节目 在国外非常的火 你要知道咱们中国的 现在的电视政策 遇到了一个改变 以前咱们电视剧不是可以三集联播吗 那到了一定的时间之后 我们已经把这个政策改了 就是说 自作博两集 都不就剩下一集的时间了吗 对 那剩下这一集的时间 很多人就想 纪录片 专题节目 最多的考虑到的就是真人秀 你们有没有发现 突然一下 真人秀 遍地开花 你去哪个地方 都可以看到很多不同 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中国尤其 尤其咱们大陆最近真人秀 特别的火爆 投入的宣传的力量 也非常的大 而且你知道 其实像现在的这几个真人秀 版权都是跟国外买的 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对 但是我必须这样讲 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跑男之所以这么成功 不是 他不是单纯的 只是因为他节目形态 或者是七个艺人的成功 你要知道他后期的制作 因为我是真的很 我很专心的去看到 很多后期制作的东西 因为以前像我在录像 我现在不愿意跑综艺节目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 我很辛苦 花了八个小时 录出来的东西 最后被剪成一个 四十五分钟的节目 所以我觉得 最棒的地方 可能通通都没有被剪进去 我会觉得我的整个付出 跟我的回收的东西 是太大太大的区别 但是我相信 他们也是一样 他们可能录了十八个小时 最后剪成一个半小时 可能中间有很多很多东西 都被剪掉 但是我还是必须讲 这是一个非常制作严谨的节目 它里面 你要知道 它有多少摄像头 它所有那种 非常细微的那种表情 全部都能够捕捉得到 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 而且我要强调了一点 您刚才讲的 那个二十四小时播放熊猫 它如果放的是一只普通的熊 或者是一只普通的猫 你觉得还会有人看吗 我觉得还会有人看 我这种没人性的会看 就是你会愿意看 普通的熊跟普通的猫 而你不会去看熊猫吗 不是 当然了 人喜欢看特别的 人喜欢看特别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这个 你知道这七个跑男跑女 里面有几个 都已经是叫神坛上的那种艺人 对 这个神坛上的艺人 走入人间 走入人间 这也是一点 就是据说 我没去 据说在韩国或者在外国 出席综艺的这种娱乐圈的明星 他们说基本上有两类 一类就是 像我这样的三流的是吧 一类就是过气的 他们需要再去 但是就是真正的正当红的那种 特别大的巨星 一般不会去这种综艺节目 但是你看 在中国 这种综艺节目吸引当红的巨星 他真是走到 走下神坛吧 最近听说姜文都已经参加这种电视节目制作了 综艺了 他当导师 是吧 当导师 当导师呢 还显着身份高一点 就是因为你是在导师的这个位置 还在神坛上 还在神坛上 但是这种真人秀 他是真的就摸爬滚打 就等于 其实我让我就想起 就所谓现在的说的这个亲民 其实不叫亲民 而是就把自己 自己救世民了 于是大家就感觉到 这种明星啊 也没有什么形象 甚至还放屁呢 是吧 鸡里咕噜 但是好亲切 是吧 你可以看到最真实的一面 因为这几个基本都是演员 你演员 你永远都是 就像恩太你现在 我相信你以前在演戏的时候 你不会有太多的机会 做一些很真实的交流 但是透过我们的节目 你可以有非常非常真实的交流 我觉得他那个节目是一样的 就是说原本的男神女神 原本只能够在电影 大荧幕里面 或者是那个 那个电视剧里面 才能看到的人物 忽然活生生的 他会有真实的反应 他会有痛苦 他也是相对真实的 相对 因为我们也 也偶尔都做一些 这个电视节目 就是人是做 他们所有的人都意识得到 哪里会有升级 当然 相对真实 当然 不光是光美你说的这个真人秀节目 有时候我们做的一些很普通的节目 我跟子东老师参加过汉允桥的评委 就一个很普通的汉允桥的比赛 他都会有几十个机器 那天把我惊着了 三十多个机器 几百来号人 去拍我们几个人 随便说两句话 还有一个直升飞机飞了起来在那拍 一个也没什么收视率的节目 我说这怎么弄个阵势这么大 当地公安局还派了警车 把当地都围起来 我以为收视率得多高 很普通一节目 他也敢这么做 然后相对 我还是得说 因为我认为明星们相对表露了 比电视和电影里面更加真实的一面 但还做不到完全的真实 当然人只要在镜头下 你就肯定是 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 当然这不是我说的 我是听他们一个就是干这个活的人说 说起来就说 就是说在中国吧 为什么很多节目必须要请明星 一方面是因为当然这个知名度的这个原因 但另一方面 就是中国的这个普通人 简直就是上不了台面 不是我说的 都就是说 你看你又没有发现没有 外国一个普通的街上走 走这么一个人 他看着也像个像像个样子 穿的呀 或者像个样子 中国你记得最早当年那个叫 湖南卫视搞的那个海选 就是他们把海选拨出来了 哎呦 你就觉得各路奇形怪状的 全来了 就是有的那种 哎 就是就是让我想起 就是那个时候说 说中国女的瞧不上中国男的 就是因为就有个女的写了一篇文章 说因为这个中国男的都配不上中国女的 中国女的都还挺挺挺好 说中国男的长得又丑又猥琐 是吧 身上脏乎乎的 感觉几天没洗澡 等等等等 罗列了一堆 你知道有的时候 如果你找这个一个一个 不随便一个普通人上来 没有普通人 我现在觉得包括中国好声音 都不是普通人 怎么有普通人呢 是挑出来的 是普通人里挑出来的 必须的 精心挑出来 而且呢 导演等于说 这你做了多少心理辅导 训练你 辅导你 暗示你 影响你 最后再剪接你 烘托你 让你呈现出一个屏幕上的普通人形象 造型 是这样 新闻联播也好 还是枪枪三人形也好 在节目的录制的现场 永远摆一只猫 他不用说话 也不用做任何的表现 反正时间一久 他就会出名 并不是说普通人的东西 他就 他就没有社会影响力 我随便举个例子 有一个真人秀节目 叫旅行 就是一对夫妇吧 他们去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一开始拍回来的都是一些比较散乱的一些素材 后来很火 很多人喜欢 现在收视率也非常的高 去最危险的地方 去索马里海盗的地方 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就 这两个人就是素人 什么背景都没有 就是想去全世界 收视率很高 好 我们再举个例子 舌尖上的中国 那没有明星 就是说做菜 食材 他是纪录片 收视率非常的高 对吧 并不是说 其实并不是说 一定要谁才能适合上节目 所以这是一个综合音乐 我刚才不是讲过 就是说这是一个制作 非常非常精细的一档节目 我觉得就是说 我佩服他们是 他们是真的方方面面的都 大片 完全是大片的格局 发着精力的 完全是大片的格局 宣发也很重要 宣传其实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老百姓的视角 是被指引着看到 我说什么好看 太久好看 所有人都去看太久 不是说我每个人 就自发的像广美一样 我就发现这些 喜欢